疫情数据方面 国内昨天通报63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当中包括了积压病例 至今累计27,921宗死亡病例 这也是过去105天以来 死亡病例最低的一天 根据卫生部COVID NOW网站发布的最新数据 在昨天通报的63宗死亡病例当中 有11宗是宋院前死亡病例 目前已经是累计5,646宗 州属方面沙拉越是三宗全国最高 柔佛九宗排在第二 活跃病例减少了3149宗 目前是92246宗 当中有将近8万人 也就是超过七成的患者居家隔离 0.4%入住家户病房 当中有348人需要依靠呼吸辅助器 于这一天